horrible brows,natural horrible brows,horrible natural brows,whatever,其他的都可能只是彩妆误区,这个是彩妆黑洞 会导致我很多时候看自己以前的照片不忍指示,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不忍指示 我的无力吐槽以前的我自己的,因为这些彩妆错误,我全部都犯过 Hello,大家好,我是Audrey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其实我已经想制作很久很久了 就是一些最最常见的彩妆误区 I made these mistakes all the time,and I saw other people making these mistakes all the freaking time 这个视频里,到时候剪辑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装入mistake 如果我能找到自己的照片,我就insert在这边给大家看一看 反正自我吐槽 is fine,you know? 这些错误不满你们说,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我全部都犯过 但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有,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 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千万不要再犯这样子的错误了 准备好了我的cheesheet,可以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些我曾经犯过,或者我经常见到别人会犯的一些错误 本来你的妆容可以take it up a notch 但是由于你在犯这些小的错误,就会不停的拖自己的后腿 OK,首先第一个错误呢,我觉得更多是一种误区吧 就不存在说就是做了这个会导致你的妆容很丑或者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很容易浪费钱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完美的粉底色 然后这个所谓的完美的粉底色其实呢,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夏天到冬天,不同的季节肤色也会有一个过度和变化 所以与其去追求完美的粉底色 不妨在现有的粉底中间可以调和出一个最最适合自己的色号 然后这个色号既不能太黑太暗沉,也不要太白 同时也不要追求说底妆就是越白越好 match your skin color, your natural skin tone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与其大家再去买就是各种各样的粉底 希望每一个品牌能出到一个色完全match自己的色号 那个真的是不存在的 好,第二点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很多人会觉得,哦,一定需要非常非常好的高端的化妆刷,化妆工具 才能够制造出精致的妆容 但其实这一个,我觉得我化妆这么多年 最大的感觉是,还真的不是 最最pandy,最最好用的化妆工具,其实就在这里 就是你的手指 我也不是说就是你现在有了化妆刷全部都浪费钱,no 但是在很多时候,比如旅行的时候 你就没有必要带那么多的化妆刷 你用手指可以化出很自然的眼影 用手指上粉底可以让底妆更贴合 天生的体温会有帮助到这个服贴程度 然后呢,你用手指再去化一些唇妆 会让你的蕴染看上去更加自然 所以,与其说是,哦,这个化妆刷很好用 花个200到300到去买一个传说中非常好用的化妆刷 我觉得除非你是深度彩妆爱好者或者专业人士 不然的话,像我们普通日常妆容的话 你用普通的化妆刷就可以 或者说用手指也就完全的OK了 然后下一个呢,是我觉得最最常见的一个mistake之一 大家觉得一定要画眼线 很多人会眼影不画的会画一条眼线 然后觉得眼线是最有放大眼睛的效果 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我觉得真正在妆容中眼线能起到的作用确实是很大的 但是这是因为大家觉得一定要画眼线 常常会画出那种生硬很死板的眼线 反而跟你整一个妆容的气质是不搭的 很多时候我其实会忽略眼线 就画睫毛就够了 还有一个很好的pro tip 就是你可以用眼影盘里面最深的颜色 我把它作为自己眼线色就代替眼线 永远也会更少一些 对,这是我的一点点小心得 尤其是下眼线千千万万要谨慎 因为下眼线是很容易出现那种一秒钟让你的妆容就是被毁掉的一个地方 Trust me, I've been there 下一个呢我觉得还蛮常见的也是我自己曾经一直犯的 就是我的唇妆会太死板 什么叫唇妆太死板 就是我涂口红的时候我就很老实的用着那一只口红在那边涂 期待利用口红的tip涂出就是自己想要的 这样子呢其实是没有问题啦 尤其是秋冬季节你要画一个复古哑光大红唇什么的 你最最好好就是使用专业的唇刷 然后越精细越好 那个时候就不叫死板 那个叫矜持 就在那种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的妆容并不想看起来 You're ready for photo shoot 然后看起来太过不自然 那这个时候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就是说 涂唇膏的时候没有必要饱满的涂到整个嘴唇 就涂一半或者涂个四分之三 然后用唇刷或者我最喜欢的是用手指 把它熨染开来 还有一个可以很有效的避免唇妆太过死板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记好笔记 就是用多个唇膏 这个呢其实大家相信也看过很多什么女明星的采访啊 whatever化妆师的心得分享 大家都会说到 OK你想要自然的唇膏一定要叠加色 大家不要只用一个外面能够买到的普通色号 因为那个没有那么unique 也没有那么贴合你的skin tone 都是说推荐叠加唇膏色号 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听过看过就忘了 当我真的把这一个小的建议 implement到我自己的routine中 I saw a huge difference 当我用不止一个唇膏色号在自己的嘴唇上的时候 我发现我能调出很多很美的效果 并且还是刚刚那个原则 不一定要涂的特别满 你就一半一半或者四分之三那种感觉就OK了 在这种情况下用手指 或者说用化妆刷 用唇刷 把这些颜色blend together 真的你的唇妆会非常非常的自然好看 并且 you'll thank me later 开玩笑了 好 moving on 第五个我觉得经常见到的化妆的mistakes 就是修容很不自然 尤其是鼻影 尤其是鼻影 我自己以前真的是一个常常犯这样错误的人 我经常会画一个妆容 然后觉得自己特别好看 尤其是要在拍照之前 就疯狂刷鼻影 然后觉得那样子脸就会很立体 我本身鼻子也不是特别高 就是我属于是tip of my nose还可以 但是我nose bridge没有很高 所以我就一直想说 刷鼻影增加这种depth 增加阴影 no 你如果鼻影刷得太过夸张的话 只会看上去脸很脏 you know that's what I end up looking like 就是看上去不是很干净的一个妆容 也不是给人感觉很清爽很自然 一眼就看出来你修容过度 还有两颊也是 很多人就是会 包括我自己 修容过于intense 然后看上去不仅没有那种健康的healthy glow 那种tent but I looked kind of not very clean 所以这个是我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所以想跟大家提醒一下 修容的时候一定少量多次 一点点就够了 第六个我能想到的是 其实这个很minor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犯了其实不是太大的一个problem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妆容的色调跟我们的服饰没有搭 是什么意思 比如你戴了很多银饰但是你画了很暖很暖的妆容 你画了个橙色的眼影 做到妆容真的很enhancing look 妆容的色调尽量跟你的服饰保持在一致的 如果说你是中性色调你当然可以go either way 但如果你穿了暖掉的衣服不要画太冷掉的眼影和唇膏 这个是minor minor details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帮到我很多 而且尤其是我们亚洲人确确实实大部分是暖皮 我也有朋友是冷皮 但是我们的肤调就是暖皮的会多一些 所以大家take note of that 很多太过冷掉的颜色 我觉得可以不用尝试 就是浪费钱都没有必要 OK第七个 这个是我以前犯的最最经常的错误 会导致我很多时候看自己以前的照片 不忍指示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不忍指示 OK第七条就是 很粗很黑很浓密 过于浓密的眼睫毛 其实呢我的眼睫毛技术还不错 我从来不用假睫毛 但是我刷睫毛因为 真的是多年从中学就开始刷 就很爱很爱刷睫毛这个过程 我技术不错 并不会苍蝇腿 你画出来那种特别夸张的 睫毛效果也是绝对绝对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是你不苍蝇腿 也可以有失败的睫毛 我就是一个living proof 我可以在这边 insert一张照片 of that 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子 这个视频里 到时候剪辑的时候 我把所有的 撞入mistake 如果我能找到自己的照片 我就insert在这边 给大家看一看 反正自我吐槽 it's fine you know 然后 粗黑的睫毛 真的是我最常见的一个错误 同理就是假睫毛 大家尽量选 最最自然的款式 虽然我从来不用假睫毛 除了以前可能去什么 studio拍照 人家给我贴的 但是我自己是不会贴 因为我觉得 画出来的睫毛 更符合我想要的形状 但是 无论任何时候 假睫毛也好 自己刷也好 千万不要觉得睫毛是 一个你可以不停layer的 哪怕你不苍蝇腿 太过粗黑的睫毛 一眼看上去 你的妆容就不是一个 很clean的look 所以我现在还是有时候 会犯这个错误 大家如果catch me in the video 睫毛化的太过夸张 请跟我讲 因为这个我自己也会很有意识的 更加像是 you but better me but better 这种感觉 好 debug mistake 也是跟睫毛有关的 但是听上去 有点跟上一条相反 但是我觉得是 很有意义的一条建议 就是大家常常忽略下睫毛 我有无数个例子 或者说平时见到的 大家就是常常会画了上睫毛 但是下睫毛就选择忽略了 包括很多 就是我看到一些模特的 给的美妆建议都说 不要画下睫毛什么什么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我下睫毛天生不是很长 那我就不要画了 但是其实不是 只要你技术够 然后认真的仔细的去画 哪怕你天生睫毛条件一般般 也可以画出漂亮的下睫毛 为什么我说下睫毛很重要呢 因为下睫毛才是真正放大眼睛的重中之重 就当我们化妆的时候 如果只画上睫毛 没有下睫毛 其实这个眼睛的look也不是很natural的 你可以想象就是任何可爱的狗狗眼 猫猫眼 就是哪怕是小动物的眼睛 它们也都是有上下睫毛的 所以不要觉得容易孕然 我就不用下睫毛 我就只画上睫毛 其实这个也不是很可据的 哪怕你只画一点点 Less is more It's true 但是也要注重就是上下眼妆 要有一个呼应 另外如果大家想看我的睫毛教程 我作为一个多年研究睫毛膏的一个半专业人士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 我会给你们录我的睫毛膏 心得睫毛膏教程 或者睫毛膏推荐 whatever 好 然后讲完了忽略下睫毛 第九条建议呢 其实也是跟睫毛眼妆眼影什么有关的 是什么 就是这个也是我最最最常犯的错误之一 录这个视频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因为我不仅仅是在分享给大家 也是在提醒给我自己 就是出门常常忘记带Q-tips 然后我的眼妆晕了 我就let it be 那真的看上去很脏 我经常犯这个错误 所以想说我们互相提醒 不要忽略掉 我们要清理自己可能晕染的眼线 或者眼影或者睫毛膏 因为这个太常见了 尤其是在夏天 尤其是在比较湿热的地区 眼妆不晕都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有晕 一定要记得及时去清理 同理唇妆也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感觉到自己 哦有点看上去 everywhere 那你就稍微清理一下 整个人看上去会精神好很多 很细节的东西 但是make such a huge difference 好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我可以说 是对颜值的影响最最大的 我觉得其他的都可能只是彩妆误区 这个是彩妆黑洞 真的 想知道是什么吗 OK I'll let you know 就是 我经常看到大家会过度修眉 这个真的 甚至我觉得越是进阶级的选手 越是容易 有可能修眉过度 我自己呢 其实还好 我有过一次吧 可能 但是我在别的人身上经常看眉毛 修的过于少了 然后真的修过度 这个的影响是最深远的 有可能你那一块就不长了 或者你那一块需要很久很久才能长出来 那你就 you're left with horrible brows natural horrible brows horrible natural brows whatever for a while and you stuck with it 那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 因为你会说 哦我用眉笔画一画就OK了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总有卸掉眉妆的时候啊 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去过度修眉 尤其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我没犯过这个错误 OK 但是我想说 我不要犯这个错误 但是尤其是最最常见的 我有听说 我有看到的 就是拿小剪子去剪 剪掉的眉毛 其实比把坏的还要更糟糕 你用那种眉刀修坏的 可能它长得会看上去自然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用小剪刀去剪 就是literally没往里面一个洞 就是你没有眉笔都不好意思出门 所以不要过度修眉 大家embrace your natural brows 最近野生眉也非常非常的流行嘛 所以我想说 就是你可以work with it 你也可以pluck your eyebrows 最最推荐的就是 适度修眉 尽量使用夹比较温和的修眉刀 a little goes a long way 一点一点好好仔细的去修眉 但是不要轻易的说 过度的去修 大刀阔斧 这个时候真的不是你什么 大刀阔斧的时候 所以对待眉毛 我们要小心爱护它 因为它也是我们身上 非常整个 你整个人的presentation 最最重要的care free feature 所以大家好好对待我们的眉毛 尽量保证自然 原生的状态下 它是被精化的 而不是你彻底的去改变它 It usually doesn't end up well OK这些呢就是我十个最最常见的彩妆误区 有些彩妆黑洞 还有我自己最最最经常犯的彩妆 mistakes happens all the time 我想说的是 It's ok我们都会犯错误 但是我之所以特别想把自己犯的错误跟大家拿出来说 就是希望你们以后在化妆的时候可以少避免我踩的这些雷 祝大家都能拥有越来越精致美丽的妆容 a little effort goes a long way 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少的力活出最美的样子 对就是这样子我们下次再见 哦如果喜欢这个视频请记得订阅我的号给我留言给我一个赞 因为这样真的能够很支持到我的channel 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看过了这个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